小色 小色 我們不去救葉姑娘 跑到這裡來幹什麼 怎麼救 那自然是 小色 那鬼仙我是打不過 不過你竟然貼女蕊和華瑾去找船 想必你已經有了舊葉姑娘的方法 我沒辦法 但你也大可放心 葉如意現在不會有事 鬼門月圓方開 月亮出現之前 我們就還有時間 那我們總得做點什麼吧 對了 我們去找百里城主 師兄 你一定知道百里城主在哪兒吧 我 百里城主向來逍遙 無人知道他的所在 不過如劍仙 我倒是知道在哪兒了 這蕭 不是如劍仙的嗎 怎麼在你手上 鬼仙的事 他到底不放心 那日我們在海上暫遍 他特地將這蕭交給我 這蕭與劍相感應 我們順著這蕭 便能找到如劍仙 天使 你不給你 蕭雷 我要來救你們了 无敌 霹雳子 滚开 谁要你救 木鱼木 你们已经输了 还想打什么算盘 这个女施主还在啊 不如留下 和我们一起喝杯茶再走 又是他们 从海上追到路上 还真是执着 上次我暗和本能杀你 却被那锦卫公公拦了 这一次 没人救得了你了 暗和列阵曲确实厉害 只是这次你们的阵 似乎少了的人 不太完整 你是说苏木鱼吧 从今天起 他的位置 就由我来顶了 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且旺吧 等一等 你的对手在这儿 又是你 又前面了 哼 手下败将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小鹤 别躲呀 小孙可不成 另一个家伙会在哪儿啊 沐兄 不管发生了什么 既是冲你来的 现在你们就更不能走了 我想你没弄清楚这状况 如果我们留在这儿 整艘船的人可能都会死 我说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死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还要你们帮我抓那条铁琉璃呢 为何偏要如此 这若是北黎皇家的船 我沐春风倒也需要思量一番 地方多府嘛 沐某倒也不放在眼里 掌房 沐某倒也不放在哪儿 备阵 挤家旗 得令 的令 与可行 一路 沐家有沐家的骄傲 既然如此 那就准备吧 想不到你小子 还真是雷将军的亲儿子 小植 不认识你王叔 宣书了吗 快叫叔父 叔父 少诳我 哪有那么大事 再说了 我叔父怎么可能当海盗 小子听君呀 我问你 你小时候是不是玩火药 炸了军营里的马 那马挑着你跑了好几里地 还在你屁股上 摆下了一块新型的 你 你们真是我王叔宣说 可我印象里的叔父 不长这样啊 我印象里的你还不长这样呢 都过了这么些年了 我看你屁股上那块新型的疤也该撑大了 小植见过二位叔父 二位叔父 你们就别提我小时候的糗事了 好之啊 快快快 起来吧 我看那金线蛇全都放入船舱了 为何这般着急杀这银衣蛇呀 少下有所不知 这银衣蛇浑身都是吧 由于蛇皮蛇胆最为珍贵 说也奇怪 这银衣蛇被抓住之后 很快就会死掉 死后 蛇皮肝皱泛黄就失去价值了 所以抓住就要将其蛇皮剥下 在好生保存最为要紧 少侠请看 这银衣蛇果真神奇啊 是吧 肖色 肖色 我不是的 这银衣蛇 可是肉对 怪不 robić 厉害 以后 都布 让他自己待一会儿 许是好事